一个城市经过这样一次 这个押运会这样 这个超大规模的 超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赛事的举办以后 会留下很多的遗产 包括我们硬件 这个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这些体育场好好的留下来 作为既能办赛又能会名 还留下了很多 有两个点是非常值得推 推荐给大家的 一个点就是 对体育赛事的那种 购票灌赛的热情 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另外一个角度 第二个点是城市志愿精神 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志愿 像这一次杭州小清河 我想我们前面志愿者部 我们汪洁部长也介绍过 除了赛会的几万名志愿者以外 我们当时有20多万名的人报名 除了赛会以外 城市还有大量的城市志愿者 在为整个赛会服务